以太网金拓展商机 台湾厂商有没有机会呢? Ok 以太网络商机这一定是有 但我们要详细去区分一下 它主要区分成一个系统整合 还有一个是网络晶片这一块 台湾的厂商 在这两个group 都有能力切入 哈啰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及时通 我是主持人安琪啦 让我们欢迎林宏杰分析师 老师你好 哈啰早安安琪啦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那大林哥最近以太网金 它的商机好像还不错 那面对这个局势你要怎么看呢? Ok 以太网络晶片这一块呢 目前的趋势呢 应该都focus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所谓在自驾车这一块 对车用的 对车用这一块 那这个是5月份这个新闻 分享出来的嘛 是 因为其实自驾车 它是为了趋势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Ok 可是问题在我们在做自驾车的时候 它其实就牵扯到两个产业领域 一个就是网络串联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资料处理 Ok 资料处理它就必须你的晶片 chip这一块的power 必须 比较 厉害一点 对 晶片的 对晶片处理这一块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什么AI伺服器 我们 一定要他的server server嘛 他的chip就是 回答这边开发的能力比较强 那一样 车用网络晶片这一块 不是回答他们在玩的嘛 对 目前看来都是属于特斯拉他们这一边 对 就是不同的产业公司 台湾有比较强的吗 有啊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吗 因为自驾车这一块 它牵扯到两个产业领域 一个就是网络串联 还有chip处理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要来去 想一下 台湾的厂商 在这两个领域 哪一个 比较有人力 吃到未来的单子 因为 自驾车这一块 市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要不然的话不会整个你看 美国欧美这边 他们都一直 不疑虑往这个地方去做 它是一个大风潮 大家都在赶这一波 因为毕竟科技店都已经说了嘛 我们以后开车都没有在 拿方向盘 都可以有机器人帮忙 所以我这张照片应该是拿错了 不应该放个方向盘 因为我们不是要卖方向盘 放一个晶片版 是的 对 那这边我们就要去 刚刚不是说呢 因为自驾车这一块 它牵扯到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网络做传书 因为它 毕竟自驾车它是牵扯到很大量的数据 做处理 对 它一定是透过 可能 未来的一些网络传书去做 做直接做process 对它需要整合的 对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因为台湾目前 看起来啦 系统整合这一块 比较牵扯到自驾车可能是合索 嗯 那chip因为瑞宇 以前本来就是做网络竞聘的这一块 是 所以它也有能力的 切入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我大概把 那个那一天的那个 我们发布的新闻呢 我大概找了一下 它这边就有提到了 像这个以太网上面这个是属于合索的嘛 你看合索它就是跟那个 NXP 这一家公司 他们是成立 一个合作作案 联合实验室的 对 那你就一看就可以知道说 它主要就是 想要做 系统者的这一块 而且合索它本身 这一块也很强 嗯 它能力很强 那下面是属于那个网络晶片这一块 因为瑞宇我刚刚说了 它早期本来就是做chip的这一块 所以它也有机会切进来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 网络晶片 尤其在自驾AI这一块呢 其实它的 处理门槛还蛮高的 瑞宇它的能力可能 跟国际 国际大厂比起来好像比较 会比较弱一点 可是它还是有机会沾上一点边 嗯 所以 以产业趋势来讲 自驾车 网络 还有 网络晶片 这一块呢 三个整合起来 其实是趋势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就要去研判 哪一个会最有机会 切进去 而且最有机会先 拿到 订单 讲白一点 订单 那我们 看起来 以 KCN2来讲 这个还是周线 周线看来是所谓的大趋势 是 其实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上面这个合索呢 应该是最早会有机会拿到这个有关于这个 他比较有潜力啦 感觉比较黑 应该是他已经有机会上去了 嗯 对 你如果说潜力来讲就是代表说是未来有可能会上去的机会 是 瑞翼就比较会有 因为瑞翼他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做盘底的动作 对 而且他没有在做涨 可是下面呢 下面 我抓的那个资料是属于那个 大户 也是所谓的筹码这一块 哦 对 所以他是有机会在网上冲 可能下半年有机会 对应该是属于下半年 所以呢 如果你的眼光是属于放比较长远 可能放一个月以上那一种 投资眼光的话 你可以好好去做追踪 瑞翼追打 因为他开始会做盘底 对 因为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筹码是有开始在做布局的瑞翼这一块 可是以当下目前的走势来讲 他还没有机会做发动 是 所以 看每个人 投资人他的角度是什么 那如果你想要 赶快进场赶快就有一点 赚钱的那种 效率出来 赶快冲一点出来 赶快冲冲了 合硕他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对 因为目前看起来 当下目前反映 合硕已经在涨了 对 所以短期他比较有机会 可是如果 再强调一点 你的眼光放长一点 瑞翼他未来的表现 应该是不会输合硕 只是你要 时间去追踪 去等待他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谢谢老师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的财经资讯 就赶快去追踪大铃哥的LINE 还有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按赞 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 轻松理财